人家宿舊 為了保護藏門区的大小朋友 可以有一個安全勝出的地方 李維林親信和其完全秋風 是做回來基盤夏日寒定的最落橫 我當行中大小朋友是秋山不斷 主辦單位也強調會來持續來基盤 讓大家都可以過一個快樂宿舊 有小朋友拿到最前的企圖 要有人在生出水河 無分以臨的小朋友都算得非常高興 這是李維林親信和其完蛋秋風 共同古板的夏日寒定的水龍多年 修廟在某個角度來頂到 剛才給小朋友生水 也讓家長賺機會來放送 這兩個稍微熱的天氣 生水是最好的 滿滿滿的大小朋友 這個也讓我們有點驚訝 甚至有的小朋友 早上九點完到現在下午 還帶不回家 我們也希望把歡樂 帶給我們所有的每一位好朋友 現場有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幾乎都是全家來 可能大家也被這幾天的陰雨天悶了很久 所以今天出禮頭 大家都跑出來 好好的放鬆一下 真的特別感謝我們嘉峰議員 還有嘉峰議員一起協辦 像這樣的活動非常成功 我們會再找 希望找其他地方 我們就繼續的 來跟陪小朋友 我們玩一個夏天 這次的地方選擇鞋鞋鞋的運動工程 這個地方最大的好處就是最安全 跟最頂民有觸定 讓民眾不會太熱 當時現場要安排醫療人員 要不要以外來發生 夏日時候 這種汽水安全最重要 不要讓小朋友去很危險的場域 西邊 海邊 所以我們就辦這種最安全最好玩的 同時我們也設想到 周邊除了有很多的安全維護人員以外 甚至也有救護站 有時候小朋友會不小心等等 大概我們都考量到了 可以看到現場的小朋友 都算得非常高興 嘉峰議員也拿到水槍和小朋友的活動 讓大小孩都留下難忘的活躍 這頂野中的全翁吉他地區 來區辦夏日的水路粉 讓大小孩的小朋友 賭過一個快樂的書家 記者告別以後哭 採用不得